欸我們要去世界最高樓 Burj Khalifa 這個透明地板真的是很讚 你敢走上去嗎 不枉費我在上面待了兩個多小時 看到這樣的夜景此生無憾 好那各位早安 你現在看到這部影片音樂圈的What the hell 上一集還在埃及有沒有 在亞斯文在盧克索那邊 為什麼直接從埃及跳到了這個非常繁華 高樓大廈的地方呢 我跟你說小弟我現在人就在杜拜 那這部影片就在11月9號拍 那為什麼會突然從埃及切到杜拜 是因為接下來要開始的影片呢 就是世界杯特輯卡達世界杯特輯 我會在那邊待10天左右 那會有五場小組賽 所以好好的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就先從杜拜開始 那埃及的影片會在世界杯特輯結束以後 再繼續連載 所以大家不要失望 該看到的還是會看到 按照時程來 但是這邊先插播一個 算是 非常不一樣的感覺好不好 從古埃及文明 到了一個非常現代的地方 OK 你有沒有聽到 我現在就在那個Tran OK 杜拜市中心 那我會在這邊待個幾天 那今天這部影片呢 重點是什麼 我們要去世界最高樓 就是 Var Khalifa 搭Tran 然後再轉捷運 然後呢 直接上到124樓 嗨 今天的重頭戲 從800多公尺的高空往下面看 這座城市是什麼樣的感覺 好 那就敬請期待 打車啦 搭過阿聯酋航空也好多次了 但以前都只是轉機 這是我第一次進到杜拜這座城市 當然要好好的走跳一波 不得不說這個Tran搭起來好舒服 11月這個季節來也不會太熱 搭一次是3塊AED 折合台幣大概是25塊左右 在杜拜搭大眾交通運輸工具很方便 大部分的景點都可以抵達 至於今天的第一站就是世界最高樓 哈里發塔就會在市中心 我跟你說 我發現我的廣角鏡呢 塞不進去整個哈里發塔 因為它實在是太巨大了 那我們現在從捷運站出來 它其實哈里發塔 是跟Dubai Mall連在一起的 就是整個中東最大的百貨公司 那一出來它可以直接連過去 可是我現在在想 我要怎麼去哈里發塔 要怎麼登上它的那個景觀 就是那個觀景台 我需要一點時間 這邊實在太壯觀了 那要怎麼從捷運站走到哈里發塔呢 怎麼登頂 我跟你說 就在Dubai Mall裡面 來到LG 就是地下室一層呢 這裡就可以直接買票 然後直接上到塔上 就在後面那個方向 買票買票 169塊 AED的話乘以8 大概是1200多塊 比上一一定還要貴 但是我相信一定會值得 哈哈哈哈 好 我剛剛過去的售票出文了一下 如果現場買票是多少錢 它開出的價格 因為它旁邊就放了一個 哈里發塔的模型 它會有人說 你要去中間呢 一百二十幾層樓的 還是去上面 一百五十六層 還一百五十五層 價格差超多 如果你去中間的話 現場買票是兩百四十九 那如果是上到上面 十一點過後 到晚上的十點 那個票價是七百六十八 AED 大概要 將近六千塊台幣 那上到中間的話 你在現場買票 其實都還蠻貴的 但是呢 我強烈建議 大家 你先在Klook 或是KKday上面先買 我剛剛看了一下 價差高達了 八十塊 等於是六十 六百多塊台幣左右 你在網路上買 就是一百六十八AED 千萬 一定 百分之百 在網路先買好票 不要被當盤子了 對 你不要走 我怎麼哩啊 線上網買完票以後 就可以直接換票啦 通道上 會有很詳細介紹 哈里發塔是怎麼建造的 2004年9月21號 開始建造 總共耗時了五年才完成 也在2007年 正式超越了我們的台北101 同時用了超過三萬五千噸的鋼材 這座一百六十九層 高達八百二十八公尺 也是人類歷史上首個超過八百公尺的建築物 大家會認識哈里發達 相信就是因為不可能的任務 鬼影行動這部電影 阿堂哥在塔外直接攀爬起來了啦 進入電梯 從一樓到警官台125樓 只需要一分鐘 哭吧 進入電梯裡面還有個小彩蛋喔 一、二、三、三、二、三和 現在是一個人來的 我站起來,站起來 我站起來 OK,1,2,1,2,1 我站起來,我站起來 我站起來 從420公尺高的125樓往下看 杜拜的城市景觀盡收眼底 彷彿自己就是造物主一樣 服飾這座沙漠中的鑽石城市 上來這個哈里巴塔這邊真的蠻漂亮的 然後我跟妳說,妳要被強制的拍照 但是我跟她說,我自己一個人就不用了 就在後面那邊 那我覺得最棒的是,妳在這邊是可以戴自己的相機 我之前去麗雅德的時候 這個影片還沒上 可能之後大家就會知道 去那個開屏西大樓的時候 妳是只能戴手機的 但是這邊她很OK 就算我要裝麥克風 她也讓我,就是隨便妳拍 隨便妳要做什麼都OK 不要跳下去就好了 好 哈里巴塔其實還有很多世界第一的紀錄 最高的自立建築 最多樓層 最高的游泳池 最高的清真寺 還有最高的夜店等等 那在124樓這邊還有一個很酷的遊樂設施 就在我省口 大家一定有看過 不可能的人問那個鬼影行動 湯姆克魯斯就是爬在這個哈里巴塔 我跟你說,在這邊也有VR可以體驗 有沒有看大家排隊的地方 這個AR體驗有居高震的要小心啊 這個蠻好玩的耶 喔不對,我一直講錯 這裡才是要下到124樓 的戶外空間 一張聽得很嚴重 謝謝 vocês 請進 puesto 哪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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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ientras 这一遍 烤龙头 烤扬帘 烤扬帘 一开始 烤扬帘 烤扬帘 好人也太多了吧 透過長焦鏡頭模擬程式的感覺有夠療癒對吧 這裡就有點像在搶公車座位有沒有一個一個的位置呢 你都必須要用衝刺的 像我現在就是站不到 他要離開了 好 到哪邊都會有翅膀 好那最後呢我們來看一下商品部他們有賣什麼東西 這是他們的開罐器 這個的話多少錢 29塊3825塊300塊 那我覺得他的磁鐵很漂亮 這個是大家可以買的 一個的話是15塊 我剛剛已經看了一下價格 你看 可以吧 我很喜歡這個的樣式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就是 我覺得深色的 深色是最棒的 還有噴泉 買一個送給Emily好了 紫色 這個可以買啦 其他的話我就覺得可以跳過了 還有什麼很酷的東西 好像就一般般 好像就一般般 我要準備下去 人永遠都是這麼多 但是如果到了下午 日落十分或晚上的時候 那個票價水漲船高 對 那其實你如果想要再往上去的話也是可以啦 但你就要花費更多的錢 他在150幾層還有另外一個餐廳 可以在那邊喝下午茶 然後喝點飲料 然後觀賞 可是我是覺得那個畫面應該是跟這個差不多 唯獨就是人比較少 你可以獨享在這裡的空間 好那我們現在12點10分 準備下去吃午餐 來看一下這個杜拜的物價 到底貴不貴 這個Shopping Mall裡面的餐廳 美食街 來比較一下它的價格 吃飯時間 在美食街看到菜單上面寫著 正宗台灣牛肉麵 不點來吃吃看實在是說不過去 但是呢他竟然沒有給我筷子 哇塞 本期第一次吃牛肉麵用叉子 但這個牛肉感覺不錯喔 應該不是泡麵啦 對 whatever 好吃 味道夠重 那來吃一下它的麵 這一碗麵喔 剛剛看了也27塊 大概是220塊 我覺得OK啦 這個就是在機場吃牛肉麵的價格吧 所以我覺得杜拜的 在Shopping Mall的物價好像也沒有比較高 至少美食街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我怕我等一下再去點一碗你知道嗎 太好吃了 太久沒吃到牛肉麵了 太好吃了 從哈里發塔下來 可以好好地逛逛這個全世界最大的購物中心 Dubai Mall 有50個足球場的面積這麼大 超過1200間店鋪 還有全世界最大的音樂噴泉 全世界最大的水族箱 和一個水下動物園 沒有最浮誇只有更浮誇 如果這個世界最高樓無法滿足你的慾望 那Skyview這裡絕對讓你滿意 票價的話比哈里發塔便宜 主要80AED 台幣660塊 包含一次的高空溜滑梯 大電梯上到200公尺高的觀景台 從這裡就可以有更好的位置觀看哈里發塔 都看得到 往前走 OK OK 這個透明地板真的是很讚 你敢走上去嗎 這次的星期會 就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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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呢很好拍照 前面就是阿里巴塔這邊開門去 那你從這裡就可以直接看到神作阿里巴塔 但是要蹲在地上 這邊海拔大概200多公尺高 218英文公尺 但這裡是沒辦法裝麥克風的 然後這裡的音樂也開非常大聲 所以收音可能不太好 收音好的話又會有完全問題 就很尷尬 那就不要看我們慌 看這邊的景色就好 所以剛剛呢 就是上到第二層以後就可以玩那個 有點像是在澳門塔 雖然我也沒過澳門塔玩過 但是這個價格是700多塊 就是6000塊台幣左右 想不想玩呢 就自己來看看你知道 好那準備要下去啦 想玩高空漫步的話這裡也有 但要台幣6000多 就留給大家下次來好好體驗啦 各位來給你看一下晚上的哈里發塔 Dubai Downtown是長什麼樣子 不枉費我在上面待了兩個多小時 看到這樣的夜景此生無憾 這個全世界最大的音樂噴泉 說什麼也不能錯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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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經過了一天長途跋涉呢 已經回到了我的住處了 就在杜拜的市中心這邊 那我今天走了兩萬兩千多步 蠻累的 好久沒有走那麼多了 那今天這部影片也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部影片 就是可以看到杜拜當趟最漂亮的業績 那下部影片不出意外的話 就是直接卡達世界盃了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我好來去洗澡睡覺啦 今天是一個非常忙碌的一天 好,掰掰